我们再来看到市场方面 相比最近港股的表现 近期A股是更为抗跌 而MSCI的扩容生效 又将为A股带来外资密集配置期 那么接下来市场还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相关的话题 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东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博光先生 算你早上好 你好 想问一下这个MSCI扩容生效成为A股催化剂 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一轮的扩容相比于前一轮的话 这个国际背景其实是更为复杂的 一方面是中美贸易谈判反复曲折 风险偏好降低 另外一方面汇率是大幅波动 人民币是已经破期 那这会不会影响到外资来配置A股呢 好的 我想任何一个投资市场会不会长期受到这个外资清外 那么主要有几个因素影响 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利率汇率估值跟市值整体的四大部分 那我们可以回顾2018年A股出纳入MSCI指数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全年透过入港通进来的资金 大概有2924亿人民币左右 那么纵使2018年指数跌了25.3%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配置的金额是大幅超过2017年67.3% 那么显现有点对于A股来讲是越跌越难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北商资金就开放以来 到目前为止其实外资净买入其实也达到了7500多亿人民币 那么如果从估值来看 那么目前A股忽升300这个指数的整体的估值大概是11.95倍左右 也处于一个历史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其实跟全球相比其实是比较容易受这个具有估值的环境的优势 但是我们再就利率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想目前国际的一个整体的环境 都是处于一个负利率的一个情形 尤其负利率的债券大概有16到17万亿美元左右 这种负利率既定的一个环境 其实很容易引起的就是国际监的一些债券 做这种套利的模式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套利模式 如果在我国跟美债之间的一个利差的话 逐步扩大情况下 其实更容易去吸引外部一个资金流入部分 那么再来从财政政策 不管是从加码消费的一个部分 或是对于资本市场金融业整体的一个开放部分 其实强势的完善整体的制造业体系 那么甚至于强劲的消费族群 其实从这种虽然人民币有破期 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这是对于 如果我们从外部来看 那么相对来讲 A股那么资产又下跌 会不会又下跌相对比较便宜 而这种情形的话 就会变成是外部贬值 那么内部贬值 会开始慢慢转到外部贬值 内部升值 也就是市场开始做上涨 那么这个时候到未来 会体现到外部升值 以及内部升值 所以这种状况的话 其实对于外资配置 A股来讲的话 这种逐年的比率 我想会慢慢的扩大 只是在于它流入的速度 是快还是慢 不会影响长期 对于A股配置的一个影响性 那其实很多的普通投资者 都喜欢对标北上资金的购买喜好 来配置自己的一个投资标的 那目前北上资金的偏好 您觉得是怎样的 投资者们是否是应该去跟随呢 好的 我想其实我们还是从口秘数据来看 那么接着到8月27号为止 其实北上资金大概买了 大概1.07万亿左右 占这个整体的A股市值比率 有1.8 那么占流通市值也到达4.8左右 那么北上资金呢 其实它主要明显配置在于 不管是从大市值的部分 或是高股息殖利率 或者是高这个股东权益 以报酬率的一个部分 这个蓝筹的为主要一个考量 那么北上资金呢 其实它普遍的布的一个市值 大概1000到5000亿左右 也占比了46% 那么它这种 如果以持商超过10%来看 其实主要是在于 不管是从食品饮料 家电或是一些飞银 那么金融以及生物医药 等等的 这种比较大型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些行业占流通市值 又从大概从16.6%到4.1%左右 这不等 那么由于呢 我们要看一下 北上资金呢 其实它都是属于一个机构投资者居多 那么基本上呢 他们拥有非常多的一个投资经验 以及投研团队 而且选择一些优质的蓝筹 那么高现金股息支利率 但是我们要注意 他们持有股票 其实获取现金红利之后 其实呢 他们会在于 这种衍生性商品 去做风险的对冲 会做一个并行的状况 作为他们一种超凡的习性 那么所以我们在 跟随配置的情况之下 做参考 其实还要留意 他们对于这种衍生性商品 以及现货之间的一个关系 尤其今天又是新加坡A50的一个结算 我想这一部分的话 会引起很多的一些人为的因素 我们最就于投资的时候 必须把这些纳入一些投资策略的一个参考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消息面方面 据报道说 国务院是再发大招 20条措施来激发内地消费潜力 那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风向标 大消费是否还是未来长时间之内 一个投资的一个大方向呢 好的 我想从今年初 不管国家从建设 降税减费着手等等状况 停顾内需 以及高质量内需等等 一些活跃经济的措施 那我想整体一个国家的GDP 今年已经达到90万亿以上的一个经济体 那么要平衡整体进出口之间 其实靠的就是内需拉动 以及稳定增长为主 那么消费当然分做很多种 有这种一般品 就是必需品的部分 还有奢侈品的部分 当然两指之间 一定在于人均GDP的时候 达到一定的水平 其实对于消费的类别会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统计一些发达型的一些国家 他们当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 跟1万5千美元 如果以这个体育产业为例的话 相对于业余赛以及职业赛 它的一个需求 那么就不太一样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部分 其实刚好又印证了昨天 这个国务院有发布的 关于这个不管是从体育的一个部分 那么对于一些加码消费 那么以及赞金交易等等 都会帮助这种内需的刺激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从近期发布这个加速商业的消费 一个部分 我想的话这一部分的话 明文规定 那么有20条 但是着重里面的重点的话 从汽车的领域 那么这种内需型的一个拉动 那么我想汽车呢 其实它本身贯穿非常多的一些行业 以及链条型的 甚至还可以成为金融资产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类的话 其实对于内需都是有帮助的 在另一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还有更突出的 叫做业经济的部分 那我想业经济呢 那么除了在于城市 可以达到这种光影科技的一些需求之外 那么远离这种宅经济 留在家里的时间 那么走出去 其实也可以增强内需的消费 那么对于这种的话 如果结合科技的发展 那么甚至于稳定持续 整体一个新的一种风向标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从整体一个大消费的报酬率 以及它的一个财报来看的话 其实我想目前来讲 还是属于一个蛮稳定的 所以对于内需的一个拉动情况之下 我想大消费整体一个板块的配置 还是一个不会缺席的一个部分 大家可以密切去做参考 里面的一些延伸性 好的 非常感谢Sunny 杨茉光先生 这一时段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